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 尼西米和以色拉 他们是好朋友 他们如何一起服侍神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尼西米记第八章 前面我们看到尼西米完成了圣城墙的建造 尼西米把以色拉请来 以色拉是文士 是专门教导圣经很棒的老师 他与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 而百姓听到自己没有尊敬神的话 在神面前痛切悔改哭泣 而以色拉提醒大家 这是上帝的日子 我们不要悲伤 我们要分享 并且要靠主喜乐 而他们听到神的话 他们发现七月份 他们应当要守祝鹏节 他们就一起欢欢喜喜的守节 思想神 敬拜神 要纪念他们过去在走旷野路的时候 是住在帐篷中 如今神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 让他们可以回家 这是神给他们好大的恩典 因此他们不可以忘记过去 神如何怜悯帮助他们 他们守祝鹏节 从约西亚以后 没有这样子守节的 因为他们经历 他们背路 可以归回 如同在旷野 走旷野的道路 漂泊的道路 能够进入耶路撒冷 能够进应许地 得喜乐与美好 这张药节提到了 你们去吃肥美的 喝甘甜的 有不能预备的 就分给他 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 你们不要忧愁 因靠耶华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真理是我们得着悔改的力量 方向跟喜乐 我们看到尼西米 负责建造外面的城墙 而以色拉负责建造 弟兄姊妹 圣洁的真理 我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学习荆祝教会 学习参加主日学 学习认识神的话语 领受上帝的美好 不但领受 也学习分享 从上帝而来 从神话语而来的喜乐 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认识主 跟随主 因着神的话语悔改 而有真正的喜乐 尽念神的爱 为神的教宗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